本节目由生鲜实彩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降止读 我是科技大叔李绝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维轩Vivi 我们今天挑了一只专文 是来自于这个科技新报 它的标题叫做科技战案例分析 华为的MAT60 Pro推出 代表美国制裁华为的策略失败吗 最近这实在是一个 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一个议题 对不对 没错 尤其华为在经过美国 非常大程度的打压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 是 开德华说 长年以来 华为所使用的晶片 都是由我们这个台湾之光 台积电TSMC 所提供的关键的晶片 以及制造的技术 所以当华为在这个2020年 受到美国制裁的情况下 台积电遭到禁止继续提供 晶片的处分 华为被迫寻找其他的一个制造厂商 MAT60 Pro采用了一种高度保密的新型 7奈米的晶片 推测是由他们的一个中芯国际所制造的 但这仍引起美国关注 是否有违反制裁的情况呢 华为遇到美国许多的制裁手段 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嘛 那当硬之急就是减少对于美国技术上的依赖程度 可以说供应链的多元化将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那这次的华为MAT60 Pro的推出 可以说是在中国国内 以及其他国家找到零组件的供应商 华为呢他也着重在研发 加速开发自己的技术 可以降低技术的依赖性 那么他们为了要加快研发的速度 华为调整人力资源到研发部门 全体员工有53.4% 目前都属于研发部门 光是2020年 华为投入研发的经费 就高达1418.9亿人民币 那么面对西方阵营的这个壁垒的障碍 华为更加重视拓展新市场 包括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它的目标 而当电信 这个华为的核心领域遇到一些阻碍 领域的多元化就相对有应对的一个弹性 华为开始拓展到智慧家庭 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 这种多元化的发展 除了能够降低对于特定市场过度依赖的一个风险 更能借此掌握一个新兴商机 也增加华为对于地缘政治挑战下的一个适应程度 那么华为MAT60 Pro的推出 它可以说是在应对美国制裁情形下的一大突破 值得关注双方下一阶段可能的战略模式 像是关键技术的移转 双方可能就关键零组件进行移转的谈判 甚至进展到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配套 达到一定范围内的关键技术移转承诺 接着是公平开放贸易的关系 双方可能就目前的一个贸易限制进行谈判 目标在达到真正的公平 并促进互惠互利的一个贸易关系 那再来是美国跟华为持续进行战略竞争 美国持续将华为视为其在技术上主导地位的最大威胁 而华为则将美国视为其扩张发展的阻碍 接着是一致性的关键技术标准 那双方可能就关键技术的行业标准 与相关技术规范达成全球一致性的标准 要是能成功就此进行对话 参与来看就能降低双方发生冲突与误解的风险发生 那最后一个就是寻求解决方案 目前美国主要以国家安全利益为考量 双方将因应情势发展 寻求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市场开放 技术突破等方面达到平衡 以避免紧张情势迅速升级的可能 以上就是这个华为Mate 60 Pro 它推出以后值得继续观察了一些战略的一些发展 是不是 那最后它说中美在电信领域的一个竞争情形 将是一个复杂而且持续的比赛 美国试图打击华为成为全球电信市场的一个主导地位 而华为努力维持它的一个扩张与发展 这场比赛的结果仍在未定之巅 但比赛的过程就已经造成全球经济有所动荡 华为作为这场比赛最重要的参赛者 比赛的输赢也将对全球的一个电信产业产生一些连锁效应 那这个时机讨论这样子的议题实在是非常必要嘛 是不是 一般外面还蛮看好这个华为的Mate 60 Pro 那接着就是那个iPhone要上市嘛 那这两强势必要对战 特别是华为经过这个将近三年了 这样子的一个支付 推出来的一个新作品 实在是很值得持续大家关注说 之后中美会不会真的是 等于说是一个世界 然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科技的一个大国在领军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 是 不过中国的华为它的绝对优势 我觉得是蛮可怕的 因为毕竟中国是请一国之力 想要扶持这个品牌 那再来是最近中国又说要进苹果吗 对 你可以想象那些习惯又高阶级的用户们 可能就会转而去支持国内的华为品牌 是 我们过去说一个世界有两个科技的强权 有两种不同的走法 长久以来大家就只是说说而已了 长久以来华为还在利用那个Android 还在用这些还是属于老美的东西 其实我们前阵子有报道 他们自己有推出自己的那个鸿蒙那个系统 他们不是一个Android的另外一种版本 他们是一个全新自己所长出来 另外一套组业系统 感觉起来这次是完真了 感觉起来真的是要分裂成两个不同 的世界体系 他就必须要开放它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架自己的App这样子 这样才会多嘛不是只有他自己国家的一个 intranet而已 这当然我们不是他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决定 未来走向可能就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观察 对不对 不过以目前紧张的国际情绪来看 其实蛮多人对于隐私问题还是蛮关注的嘛 蛮多国家的高层或者是一些军方政府单位是禁止他们的算是员工吗 下载中国的App 那我在想说现在就是App而已 未来是不是会禁止他们使用轰轰系统的不管是手机啊还是车辆 我觉得很难说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对不对 好以上内容报道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科技大叔吕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威选VV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